甜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健全紧急医疗救护体系,提升紧急医疗救护品质,以确保紧及伤病患之生命及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卫生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行政院位生署,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本法所称消防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第三条,本法所称紧急医疗救护,包括下列事项 一,紧急伤病,大量伤病患或野外地区伤病之现场紧急救护及医疗处理 二,送医途中之紧急救护 三,重大伤病患或离岛,偏远地区难以诊治之伤病患之转诊 四,医疗机构之紧急医疗 第四条,本法所称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下简称救护人员,指医师,护理人员,救护技术员 第二章,紧急医疗救护体系 第五条,为促进紧急医疗救护设施及人力均衡发展,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应会同中央消防主管机关划定紧急医疗救护区域,定定全国紧急医疗救护计划 其中,野外地区紧急救护应于纳入 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委整合紧急医疗救护资源,强化紧急应变机制,应建立紧急医疗救护区域协调指挥体系,并每年公布紧急医疗品质相关统计报告 第六条,直辖市、县、市、政府应医辖区内之紧急医疗救护资源,配合前条第一项之全国紧急医疗救护计划,定定紧急医疗救护实施方案,办理紧急医疗救护业务 第七条,各级卫生主管机关对灾害及战争之预防应变措施,应配合规划办理紧急医疗救护有关事项,必要时,德捷和全民防卫动员准备体系,实施紧急医疗救护 第八条,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德邀级医疗机构,团体与政府机关代表及学者专家,为下列事项之咨询或审查 一,紧急医疗救护体系建制及紧急医疗救护区域划定之咨询 二,化学灾害、辐射灾害、烧伤、空中救护及野外地区之紧急医疗救护等特殊紧急医疗救护之咨询 三,急救教育训练及宣导之咨询 四,第三十八条,医院医疗处理能力分级标准及评定结果之审查 五,其他有关中央或紧急医疗救护区域之紧急医疗救护业务之咨询 第九条,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应一第五条第二项之紧急医疗救护区域协调指挥体系 委托医疗机构于各区域内组成区域紧急医疗应变中心 以下简称区域应变中心,办理下列业务 一,及时监控区域内灾害有关紧急医疗之事件 二,及时掌握区域内紧急医疗资讯及资源状况 三,建置区域内灾害医疗资源之资料库 四,协助规划灾害有关紧急医疗事件之附件工作 五,定期办理年度重大灾害有关紧急医疗之演练 六,跨直辖市、县、市、之灾害发生时 协助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调度区域内紧急医疗资源 进行应变工作 七,协助中央卫生主管机关指挥区域内急救责任医院派遣相关人员 协助处理大量紧急伤病患 八,其他有关区域紧急医疗灾害应变事项 前项第六款与第七款调度 指挥之起动药件 指挥体系架构 应变程序及其他应配合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条 直辖市、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得邀及医疗机构 团体与政府机关代表及学者专家 为下列事项之咨询或审查 一、紧急医疗救护资源规划及实施方案之咨询 二、急救责任医院之指定方式及考核事项之咨询 三、转诊争议事项之审查 四、紧急伤病患救护作业程序之咨询 五、救护技术原督导考核事项之咨询 六、其他有关紧急医疗救护事项之咨询 第十一条 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应将医院紧急医疗业务 及协助导院前紧急医疗业务纳入医院评鉴 直辖市、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对辖区内医疗机构之紧急医疗业务 应定期实施督导考核 第十二条 直辖市、县、市、消防机关之救灾救护指挥中心 应由救护人员24小时执勤 处理下列紧急救护事项 一、建立紧急医疗救护资讯 二、提供紧急伤病患送达医疗机构前之紧急伤病咨询 三、受理紧急医疗救护申请 四、指挥救护队或消防分队执行紧急伤病患送达医疗机构前之紧急救护 五、联络医疗机构接受紧急伤病患 六、联络救护运输工具之设置机关 够、执行紧急救护业务 七、协调有关机关执行紧急救护业务 八、预紧急伤病 大量伤病患或野外地区救护时 派遣当地救护运输工具设置机关 够、支救护车及救护人员出勤 并通知直辖市、县、市、卫生主管机关 第十三条 直辖市、县、市、消防主管机关应一旗辖区人口分布、地理环境、交通及医疗设施状况、划分救护区、并由救护队或消防分队执行紧急伤病患送达医疗机构前之紧急救护业务 第十四条 前条救护队或消防分队 每队至少应配置救护车一辆急救护人员7名 其中专职人员不得少于半数 第十四至1条 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公告之公共场所 应致有自动体外心脏垫及驱颤气或其他必要织紧急救护设备 场所管理权人或法人负责人于购置设备后 应送卫生主管机关被查后 登陆于救灾救护指挥中心 前二项必要织紧急救护设备之项目 设置方式、管理、使用训练及其他有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一项公共场所购置自动体外心脏垫及驱颤气或其他必要织紧急救护设备 必要时得奖励或补助 第十四至二条 救护人员以外之人 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险 使用紧急救护设备或施与急救措施者 适用民法、刑法紧急避难免责之规定 救护人员于非执勤期间 前向规定亦实用之 第三章 救护运输工具 第十五条 救护车分为一般救护车及家护救护车 其装备标准 用途及有关事项之管理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十六条 救护车之设置 应向所在地之辖室 县、市、卫生主管机关申请许可登记 并向所在地公路监理机关申请特属救护车辆牌照 其许可登记事项变更时 一同 救护车之设置 以下列机关 够 为限 一、消防机关 二、卫生机关 三、军事机关 四、医疗机构 五、护理机构 六、救护车营业机构 七、经直辖市或县、市、卫生主管机关认定需要设置救护车之机构或公益团体 医疗或护理机构委托前项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载送伤病患 应与受托人负联贷责任 第二项 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其申请设置救护车之许可条件与程序 跨直辖市、县、市、营运之管理 许可之期限与展延之条件 废止许可之情形与救护车营业机构之设立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但军事机关之军用救护车设置及管理 一国防部之规定 第十七条 救护车应装设警民器 车厢内外监视录影器及红色闪光灯 车身为白色 两侧七红色十字及机关 够名称 车身后部应期许可自好 未经所在地之辖市、县、市、卫生主管机关核准 不得为其他标示 前向救护车非因情况紧急 不得使用警民器及红色闪光灯 第十八条 救护车与救护伤病患及运送病人时 应有救护人员二名以上出勤 加护救护车出勤之救护人员 至少应有一名为医师、护理人员或中级以上救护技术源 第十九条 救护车应定期施行消毒 并维持清洁 救护车于运送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之病人或运送受化学、辐射物质污染之病人后 应依其情况 施行必要之消毒或去余处理 医院收治前向传染病或疑似传染病之病人 于一定传染病 经医传染病防治法规定报告 该管主管机关并经其证实后 应通知运送救护车所属之机关 够 采行必要措施 其一定传染病之范围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考量控制疫情与保护救护人员及第三人安全之需要公告之 第20条 救护车执行勤务 应依据所在地支辖市 县 市 卫生主管机关定定之收费标准收费 第21条 直辖市 县 市 卫生主管机关对所辖救护车之人员配置 设备及救护业务 应每年定期检查 必要时 得不定期为之 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对前项检查 不得规避 妨碍或拒绝 第22条 救护直升机 救护飞机 救护船 舰 及其他救护车以外之救护运输工具 其救护之范围 应配置之配备 查核 申请与派遣救护之程序 停降地点与接驳方式 救护人员之资格与训练 执勤人数 执勤记录之制作与保存 检查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会同有关机关定之 第23条 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为因应理导 偏远地区紧急医疗救护之需要 得会同有关机关 规划设置救护职 升机之停机品 第4章 救护技术员 第24条 救护技术员分为初级 中级及高级三类 前向各级救护技术员 支受训资格 训练 继续教育 得施行之救护项目 应配合措施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前向训练之训练课程 应包括野外地区之救护训练 第25条 直辖市 县 市 消防主管机关为办理下列事项 应指定医疗指导医师 其中并得增加具野外医学专业者 建立医疗指导制度 1 各级救护技术员执行紧急救护之教育 训练 督导及考核 2 定定各级救护技术员品质指标 执行品质监测 3 和千高级救护员依据预立医疗流程 施行紧急救护之救护记录表 前向锁定医疗指导医师之资格 训练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会同中央消防主管机关定之 第26条 救护技术员施行紧急救护 以下列地点为限 1 紧急伤病或大量伤病患之现场 2 送医或转诊途中 3 抵达送医目的医疗机构而医护人员尚未处置前 第27条 救护技术员应一紧急伤病患救护作业程序 施行救护 前向紧急伤病患救护作业程序 由直辖市、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28条 非救护技术员不得使用救护技术员名称 第五章 救护业务 第29条 救护人员应依旧在救护指挥中心指示前往现场急救 并将紧急伤病患送达就近适当医疗机构 第30条 直辖市、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应订定大量伤病患救护 含野外地区紧急救护、办法 并定期办理演习 前向演习 德联和消防等有关机关举行 并请当地医疗机构及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配合办理 第31条 直辖市、县、市、卫生及消防等有关机关对发生于麒麟近地区之大量伤病患 应于支援 第32条 直辖市、县、市、政府与大量伤病患或野外紧急救护、应医灾害规模及种类、建立现场指挥协调系统、施行救护有关工作 前向大量伤病患或野外紧急救护处理涉及军事机密时、应会伤军事机关处理之 第33条 与大量伤病患或野外紧急救护、参与现场急救救救护人员及救护运输工具设置机关、够、军英依现场指挥协调系统之指挥、施行救护 第34条 救护人员施行救护、英田拒救护纪录表、分别交由该救护车设置机关、够、及应诊治医疗机构保存至少7年 前向医疗机构应将救护纪录表并病例保存 第35条 救护技术员及其他参与紧急医疗救护业务之机关、够、所属人员、因业务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不得无故泄露 第6章 医院紧急医疗业务 第36条 医院为有效调度人力与设备、应建立紧急伤病患处理作业流程及内部协调指挥系统 预有紧急伤病患时应急检视、并依其医疗能力于已救治或采取必要措施、不得无故拖延 其无法提供事切治疗时、应先做事当处置、并协助安排转诊至事当之医疗机构或报请救灾救护指挥中心协助 前项转诊、其要件、跨直辖市、县、市、行政区之医院联系与协调、转诊方式与医疗照护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37条 直辖市、县、市、卫生主管机关应医辖区内医院之紧急医疗设备及专长、指定急救责任医院 非急救责任医院、不得使用急救责任医院名称 第38条 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应办理医院紧急医疗处理能力分级评定、医院应医评定等级提供医疗服务、不得无故拖延 前项分级标准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医紧急医疗之种类定之 第39条 急救责任医院应办理下列事项 1. 全天候提供紧急伤病患医疗照护 2. 接受医疗机构间转诊之紧急伤病患 3. 指派专责医师指导救护人员执行紧急救护工作 4. 紧急医疗救护训练 5. 一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规定提供紧急医疗救护资讯 6. 其他经卫生主管机关指派之紧急救护相关业务 前项第五款紧急医疗救护资讯项目 5. 通报方式 时间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四十条 预警及伤病或大量伤病患救护 或为协助其转诊服务 救灾救护指挥中心得派遣当地医院救护车及救护人员出勤 医院不得无故拒绝 第七章 罚则 第四十一条 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心台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通知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得按次处罚至改善为止 1. 违反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一第十五条授权锁定办法 有关救护车装备标准及用途之规定 2. 违反中央卫生主管机关 一第十六条第四项授权锁定办法 有关救护车设置 营运管理及救护车营业机构设立规定 3. 违反第十八条规定 前项各款情形 其情节重大者 得直接废止其救护车支设置许可 并有所在地支辖市 县 市 卫生主管机关通知公路监理机关 吊销其全部救护车支牌照 属救护车营业机构者 并废止其设立许可 非属第十六条第二项锁定之机关 够 擅自设置救护车者 储新台币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还 并有所在地支辖市 县 市 卫生主管机关通知公路监理机关 吊销其车辆牌照 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六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一 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违反第十七条第二项 第三十四条第一项 或违反一第二十条锁定标准超额收费 二 医院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 为立即依其医疗能力救治紧急伤病患 或未做适当处置而境遇转诊 三 医院违反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 卫医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评定之紧急医疗处理能力分级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第四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一 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项或第三十三条规定 二 医院违反第四十条规定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并通知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按次处罚至改善为止 一 医疗机构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二 急救责任医院违反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规定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还 一 救护技术员违反第二十六条或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 二 救护人员违反第二十九条或第三十三条规定 三 救护技术员及其他参与紧急医疗救护业务之机关 够 所属人员违反第三十五条规定 四 医院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二项锁定转诊办法之转诊要件 方式即应办理之医院联系与协调事项或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规定 第四十六条 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违反第十七条第一项 第十九条第一项或第二项规定者 储新台币五千元以上二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并通知其限期改善 借其未改善者 按次处罚至改善为止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储新台币五千元以上二万五千元以下罚还 一 违反第二十八条规定 二 救护人员违反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第四十八条 违反第十八条 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八条第一项或第四十条规定者 除以第四十一条第一项 第四十二条 第四十三条或第四十五条规定处罚外 对其行为人亦处一个该条之罚还 但行为人为私立医疗机构之负责医师者 不令处罚 第四十九条 适用第十六条第四项锁定办法之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废止其全部救护车之设置许可 其属救护车营业机构者 并废止其设立许可 一 容留畏惧救护人员资搁者擅自执行救护业务 二 从事有伤风化或危害人体健康等不正当业务 三 利用救护车从事犯罪行为 四 违反第二十条规定 超收救护车服务费用经查属实 而卫一线将超收部分退还伤病患 第五十条 直辖市 县 市 卫生主管机关 依前条规定废止救护车设置许可时 应通知公路监理机关吊销其车辆牌照 第五十一条 救护车设置机关 够 受费指其救护车之设置许可处分者 于三年内不得再申请设置 第五十二条 本法锁定之罚环 救护车及民兼救护车机构设置许可知废止 由直辖市 县 市 卫生主管机关为之 第八章 负责 第五十三条 直辖市 县 市 卫生及消防主管机关 应编列预算 执行本法所规定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第五十四条 中央卫生及消防主管机关 为均衡各区紧急医疗救护水准 得补助地方卫生及消防主管机关 办理该辖区紧急医疗救护实施方案之经费 第五十五条 直辖市 县 市 卫生主管机关 依本法受理救护车设置登记及救护车营业机构 设立许可 应收取审查费 登记费及证照费 其收费标准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六条 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为均衡紧急医疗资源 提升紧急医疗业务品质及效率 对于紧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 应采取奖励措施 前项紧急医疗资源不足地区之认定 奖励措施之项目 方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七条 本法施行细则 由中央卫生主管机关会同中央消防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八条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